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大家好 我們是周艾敦 我們好像骨子裡就是冒險者 回看過去的種種 我們好像常常做錯選擇 冒險的失敗 繼承者的復分 但冒險的失敗 讓我們擁有了更多的選擇機會 繼承者的復分 也讓我們更加純粹地面對舞台 我們是冒險者 周艾敦 還在冒險者 應該會讓我們更加純粹地面對 кл喔 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 continent 謝謝 這個我們的舞蹈老師 是不是特別棒 我們把掌聲也送給 舞蹈老師好不好 而且你知道嗎 這一輪舞臺 是由我們的創意總監 王嘉二老師設計的 厲害 所以你特別有感 其實完全沒有 這導演組的功勞很大 經常會看不到 幕後的工作人員們的努力 我覺得都是值得 我們每一次在舞臺上表演的人 都要記得的 對 所以我覺得也同時應該 感謝跟給導演組鼓掌 對 現在進舞臺推薦時間 如果您支持平凡者卓海豚 喜歡他的表演 請按下您手中的OK鍵 反場歌手來為他打扣了 來 請起立 你們參加過六次節目 然後沒有一次有名次 你們是五組嘉賓裡面 年紀最大的一組 但我想說一到好了 從來都無關前後 因為我們想做的事情 都是希望去滋養這片沙灘 最終我們都會回到海裡 我相信我們幾個 包括觀眾 大家都會堅定地相信 並且期待 你們就是這次的冠軍 支持結束 感謝平凡者卓海豚的表演 這兩位他們參加過六次 我得去了四回吧 就是那個節目裡頭 你是最了解的 對 真的 我這看這個演出 就是感覺特別動人 就是為了自個兒 那個最開始的那個衝動 然後就一直這麼堅持 不管這個風浪是什麼樣的 我了不起 要我早改行了 然後後來那幫溜彎的老師們 都上來之後呢 都是迷路的孩子們 找到了同樣的一個方向 是這個意思 是不是 在青春裡 我們都會有一片沙漠 然後你們就是 可以引領這些迷路的人 在一片荒漠中找到音樂 找到自個兒的愛 所以這就是你們演出的目的 對不對 謝謝你們的演出 我也很動容 大老師真的 你不要看他這樣瘋瘋癲癲 他其實很有智慧 瘋瘋癲癲 我是故意 我講的沒有錯吧 我是非常故意 我故意的很自然 好 我想問一下 你們今天是故意設計 讓邵浩帆做主歌曲 Lead 做唱主唱對不對 因為平常是哲宇在做 Lead Vocal 對嗎 因為其實這首歌 它的音域 在浩帆的頻段裡面 是很透的 對 所以我會 想去包住它 我覺得這個是最令人感動的 就是因為你們是一個團體 你們不會誰永遠都是 站在最前面的那個人 你們是互相平衡的 互相成就的 我希望你們永遠都不要分開 我覺得他們的舞臺我都不用多說 因為每次看完我都會覺得 有點震驚 因為非常穩 我比較在意的是因為 你們也不是第一次參加節目嗎 你們覺得舞臺2023 有沒有給你們帶來一些 不一樣的東西 就知道您在問這個 來 對 我們把這些感受都寫在下一首歌了 你挑人家 音樂漫畫那種主角 你問我的問題都在我的歌裡 對 你知道嗎 暫時還不知道 對 我覺得你們經歷了不少 然後一路走過來 種種的一些 各種的問題 環境 發生過的事不容易 我也很有共鳴 如果今天總冠軍是你們 你們之後會下一步是什麼 回去做歌吧 因為我們正在錄新專輯 對 那如果不是呢 還是一樣回去 那其實還是一樣 還是會去做歌 第一場演 你們就把黃媽整哭了 這個就是從那以後 我在看你們的每一個舞臺 你們總是帶著我往前飛 我期待你們下一個表演 其實你們在我的心裡 是落下的那個 烙印他們都懂的 好的 我們接下來要看一下 舞臺上等待結果的 卓海豚 和剛剛已經演唱完畢的 王OK 兩組歌手之間的 實力值相差究竟是多少 請看大屏幕 兩組相差 兩組相差 實力值十三 十三 非常相近 在下一輪五位老師 任意一位給出一顆紅心的話 意味著會多加十個實力值 所以這十三個實力值 表示兩組歌手 在八百位心目當中 是非常相近的實力 再次把掌聲送給卓海豚 加油 來這個節目真的就是 最大的收穫 除了是讓更多人聽到 還有看到海豚 就是這幫好朋友們 來這個節目真的就是 來這個節目真的就是 去聽美琪的展示範 是蝴蝶刪的那下翅膀 因為如果我們沒有選擇去聽 美琪的歌我們也不知道 她聽過我們的原創 喜歡你們的原創 原創 我們也不會有後續的 更多的交流 來吧 屯兄弟 她對我們的幫助真的太大了 我投露西法 我也是 恭喜卓海豚 本場排名第一名 她給我們信心 她給我們信心 然後也把她的能量 加注在我們身上 這是我所有的分數 我其實覺得有時候 有些選擇確實挺奇妙的 就是當下做出那樣的選擇 可能在外人看起來 還挺荒唐的 但是後來再去回想一下 我覺得好像都是 冥冥中注定好 我覺得選擇會回甘 就可能一開始 你會因為這個選擇很難受 但難受完之後 你往往都能夠感受到甘甜 包圍什麼 我感覺舞台2023 很像是我們的一個起點 雖然說它馬上就要結束了 但是也代表著我們 即將要開始 就是真正地跑起來了 我來到舞台2023 我覺得就是用一句歌詞來總結 就是來到舞台2023 總有一些驚奇的機遇 平凡者 卓海豚 再見 遺憾 舞台開啟 我們會oo ジ 照片ifi ming 吃 如果 不行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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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